现在为什么自称为汉人 这还得从秦末楚汉争霸讲起 当时群雄并起 约定迁入定关中者王之 结果配供刘邦最先攻入关内 本该获封关中王 这块地儿最丰美 没想到项羽说话不算数 刘邦恰好此时驻扎在 偏僻贫瘠的汉水 只被封为汉王 当时刘邦很生气 准备跟项羽拼了 可人价四十万 你二十万人马还是号称的 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谋士娇和赶紧劝谏 主公 天汉齐称甚美 您要忍辱负重 说不定仍可还定三秦 天下可图 古人认为 汉水流向和天上银河相同 提起汉即联想到天 刘邦一想 成吧 委屈接受了汉王的封号 亲身复显鸿门宴 再后来 刘邦一统天下 便以汉为国号 延续了四百多年 汉朝 对于中国的意义 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 而是将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 融住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 这都和汉朝在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方面一系列创举密切相关 汉朝在秦 费封建 涉俊建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中央直辖地方的政治制度 建立查局制度 由此 民间精英可以进入统治阶层 开启了中国科举制度几千年的传统 文化方面 汉武帝霸触百家 独尊儒数 对于全国文化统一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 经济领域 汉朝的贵宿 重农艺商和修建成国渠 六甫渠和白渠 都使得农业大幅度发展 正因此 政治文化和经济上三个层面兼容并包 造就了大汉 成为了一个盛世王朝 对外 讨伐匈奴 连通西域 平定西腔 东征朝鲜 名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 何等泰尔康 与邻国的交往 也是日益频繁 国威远波 一派国父民安 都使得汉朝 获得了极大的认同 所以当有外遇之人问 你是哪里人时 我们都会自豪地说 我是汉朝人 各地不同人群也更愿意拘留常住 奠定了汉朝国号 作为华夏民族族称的基础 当然 汉人的称呼代表着我们辉煌的历史 而现在 我们又有了一个全新的称呼 这便是中国人 相信在不久远的将来 我们的祖国 必将屹立于世界之巅 在不久远的衣服里面 就像是微信